吸烟有害健康 这句话的道理相信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 不过在生活中依旧还有很多人在吸烟 虽然吸烟对身体不好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 但香烟在一些人的生活和工作充当的角色太重要了 现在的香烟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香烟了 它在工作社交场合被人们当作是一种交流的工具 平时大家抽烟也被当作是用来解压 香烟发展至今成为了许多人难以放下的东西 我们通常说一分钱一分货 香烟也是一样 香烟有很多种价格 那么是不是贵的烟就一定好呢 100元的香烟和15元的香烟 这两种哪个对身体危害更小呢 单单从香烟的口感上来说 100元的香烟口感肯定要强过15块钱的香烟 一个商品的售价和它的成本有着很大的联系 成品高的商品卖得当然贵了 一款香烟之所以卖得贵 证明它的烟丝更加纯 一些便宜的香烟烟丝可能就没那么纯了 掺杂一些杂质也是很常见的 烟丝一旦点燃就会产生许多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被吸入人体 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危害 如果说香烟的烟丝越纯 产生的危害可能就越大 所以就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方面看 15元的香烟产生的危害可能就要低于100元的香烟了 要说便宜没好货 这也要针对具体的情况来说 不管哪种烟的伤害更小 希望大家最好都能借到抽烟 如果实在是借不掉 每天抽适量就行了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聊着更多 请关注我们